1958年 马不方的老家突发动乱 几万叛匪包围了解放军的一个团 此时 新中国成立已近十年 可在西北临下 马不方的老家却发生了一场大暴动 解放军的一个团被围 难道说建国近十年后 西北地区再次被昔日的军阀反扑攻击 他们凭什么敢如此嚣张 他们又是如何鼓动和组织起这场大暴动的呢 在视频开始之前 还请各位粉丝朋友们 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支持下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 国内还有一些地方并未完全解放 不仅仅有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军队 依旧盘踞在我国西南地区顽抗 在我国的西北地区也有军阀割据 而西北地区最大的军阀便是马不方 而马不方在新中国成立快十年了 依旧有能力在自己的故乡临下 组织起一场反叛国家的大型暴动 和马家在西北扎根三代 也颇有一番关联 具体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 在清末同志时期 西北回民马战敖因为受不了 清朝政府的剥削和压迫 带领西北百姓爆发起义时 马海燕和马千玲都跟在他的身后 最后 这些野心家利用百姓起义 作为自己的资本和清朝政府谈判 以不再造反的承诺 获得了清朝政府给予他们的利益 让他们成为了当地的清朝统治代理人 许多年后 马海燕的孙子马不方 马千玲的孙子马红斌和马红奎 借着祖父一辈出卖百姓利益 吃人血馒头积累的资源 也就是所谓的西北三马 其中 马不方更是趁着清末和北洋军阀混战的机会 成为占据青海的割据势力 在马家的多年经营下 盘根错节 也有了诸多和自己利益相关的支持者 这些人或明或暗 潜伏起来后 还真是一时间难以甄别和清楚 之后 我军在1949年8月4日 正式展开了兰州战役 击溃了他麾下的军队 解放了西北人民 虽然马不方等人匆匆逃离 但心有不甘的他们留下了新的军令 是让麾下骨干或投降或藏匿起来 等待以后有机会时再行反扑 此外 建国初期 国民党的特务 针对西北地区的渗透也极其严重 他们抛出所谓的救国军政策 在西北招募土匪 马匪之类的流窜人员 本来就一直和人民政府作对 这些人也一直心怀不满 就等着有机会便发动叛乱 另外和东部地区不同的是 西北地区的宗教情况复杂 加上封建宗教统治多年后 底层百姓之中明治未开 很容易被有心之人 以宗教的名义所欺骗 导致在动物发生时 盲目地站在和人民政府作对的一方 以上种种 都是西北地区解放之后的不稳定因素 而最终直接导致 1958年临下发生大规模暴动的原因 却是我解放军部队 在西北地区的裁军 1952年 中央军委为了减轻西北地区百姓的负担 再加上西北已经基本掌控 为避免人民供应军队 而担起更多的负担 中央军委制定了军事整编计划 人民解放军将会在一年内裁军286万人 之后会逐年减少军队人数上限 而西北军区 廖汉生将军接到了的军令 则是整个军区仅仅保留第一军 其余第二军 第三军和第七军全部都解散 解放军战士复原就业 军队大规模的解散 让那些潜伏起来的坏人 起了别样的心思 而裁军之后的西北军区 虽然也有所准备 却没想到马步方竟然制造出了这么大的乱子 最终是如何控制下来的 1958年 西北临下突发暴动 当地几万名匪徒包围了解放军的一个团 一场近似于叛乱的暴动 在马步方的老家发生 其事件的真实始末到底是什么样的 这场暴动给予当地百姓和建设发展 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面对这场大暴动 国家又是如何应对的 中央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扶植考虑 决定全国裁军驻建为礼 然而此举却给了小人可趁之机 西北地区诸多在潜藏在暗处的国民党特务 开始蠢蠢欲动 首先是我国西北地区突然谣言四起 说是马步方麾下的西北国军已经建立了根据地 后续将会重新占据西北 让西北百姓一起加入他们 此时西北地区刚刚被平定不久 民心不稳 诸如此类的谣言加剧了人民心中的担忧 整个西北地区还真就莫名地骚动起来了 而逃到国外的马步方 也配合蒋介石的宣传 说自己麾下的部队已经做好了再次打回老家的准备 甚至是在国外势力的帮助下 运输了一大批匪徒潜入我国西北地区 再加上马令良和马元祥两人麾下 一直流窜作案的土匪军 一直骚扰西北地区百姓的正常生活 更让谣言变得似乎越来越有可信度 而且 由于当时正是抗美援朝的关键时刻 国家短期内也无法派出部队来支援西北地区 只不过这群人不知道的是 当他们从暗中走到明面上来时 就已经走进了死地 从前缺一少时的解放军战士 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 都能和装备精良的日口相持 即便是以目前的装备 也能把世界最精良武器的美军打回三八线 负责西北地区防务的廖汉生将军率领西北军 在做完调查之后 由骑兵第一师 武兵第十一师为主力 向叛乱的马步方残步发动了突袭 此刻的人民子帝兵有着全国百姓的支持 物资充足 武器充沛 更有一颗捍卫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的决心 于是解放的骑兵发挥了自己高机动性的特点 在广阔的西北地区将我军穿插作战 奔袭突袭的战术发挥到了极致 在最短时间内 便将这些所谓的西北国军打得溃不成军 这一次叛乱就此被镇压 只是广阔的西北地区 交战之后难免有漏网之鱼 再加上又一批国民党特务和马步方 在国外招募的极端分子的到来 西北明面上的第一次叛乱危机解除了 但暗中其实依旧暗流涌动 到了1958年 马步方仍心中不甘 他利用西北地区错综复杂的宗教文化和地方习俗 在一些敌视我国的国家的支持下 再次组织起了一次大规模的叛乱 席卷甘肃 青海 西藏多地 其中 我军第十一师的步兵精锐都被派去了情况最为严重的干难地区 只有305团以及十直属部队留在地方 马步方隐藏在西北的暗庄 以神职人员的身份开始大肆传播反动思想 煽动文化程度不高的百姓叛乱 向当地公安 政府机构发起攻击 尤其是马步方的老家临下地区 有96个乡全部都参与暴动 无知的老百姓在山洞和幼岛下 举起斧头 锄头 发疯一般地砍向我军战士 更有特务故意装扮成农民样子 混在人群之中趁乱开枪射击我军 仅在当地汪家级一地就有超过6000人之中 面对危机 第十一师副师长王根发当机立断 根据应急准备下达了军令 近日我们面对的不是往日的人民群众 而是背叛革命的叛匪 是国家和人民的敌人 我们要保护真正的人民 保卫我们的国家 炮兵团的战士们在他的鼓舞下 很快调整好的心态 对着叛乱的敌人发动了反击 在我军轮番冲击之下 暴徒很快就被击溃 鼓动他人叛乱 让别人一定要宁死不屈的匪首摩德福 在被我军包围后 贪生怕死的他立刻选择了投降 被我军抓捕 这一波动乱算是被控制住了 但马步方还会再生事端吗 1958年 马步方引导几万匪徒 包围了解放军的一个团 引发了大骚乱 明知道西北地区 可能会有马步方匪军残留 为什么在西北地区的裁军 还如此坚决 而不甘失败的马步方 最终又是个什么下场 305团挡住了暴徒的第一波攻势后 很快增援部队便到达了 原本难去评判的134师 赶到临下地区 避免了305团陷入孤军奋战的困境 其实 马步方早就被我党注意上了 趁着军阀混战的契机 占据西北的割据势力马家军 便成为了人民政府 必须尽快解决的对象 在兰州战役结束不久 我党掌握了西北局势后不久 便展开了西北地区的建设规划 为曾经受到压迫的百姓进行指导 让他们走向自己当家做主的生活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 国家才明白 曾经西北地区的百姓 在马步方的统治下 生活何其的艰难 马步方其人 不学无术 残暴变态 占据西北的这数十年来 鱼肉百姓丧尽天良 各种惨绝人寰的手段 让西北地区的百姓生活 在极其的恐惧和压迫下 变得麻木 变得怯弱 很多人近似成为了 行尸走肉一般 没有灵魂的空壳 在毫无道德观念的 马步方的逻辑里 只要是女人 她都可以占有 不论是部下将官的妻女 还是自家亲属里的女眷 她都不会犯过 更别说她身边的侍女 又或者是普通百姓家的女子 被她看中之人 往往都是光天化日之下 强行掳走 也没有人敢对她的行为 有所不满 关于马步方侵犯女子的 大略统计中 有专门的报告 上交给台湾的蒋介石 其中写道 汉 回 满 盲 藏 撒等各族女性 被其蹂躏者 不下五千之众 如此数据 令人瞠目皆舍 而且 只要是有人敢劝说 马步方几句 或者对她的行为 稍有不懈 便会被她活活打死 或者直接活埋 在西北人民眼中 军队仿佛就是 披着人皮的恶魔 虽然解放军 依靠自己的行为 赢得老百姓的支持 但百姓心中天然的畏惧 还有西北地区的贫瘠 导致百姓们 在遇到军队时 都会自发的担忧和躲避 也正是如此 国家站在西北人民的角度考虑 才下定决心 在西北大规模裁军 可见马步方死人 给西北人民 带去了多么大的伤害 不仅如此 即使马家军大势已去 马步方本人 犹如丧家之犬逃到海外之后 他依旧不知悔改 他先是花费重金 从蒋介石那里买了一个 所谓的驻沙特大使的官职 而后便以此 胡家虎威 在当地华侨之中 作威作福 抢占他人妻女 更丧心病狂的是 他竟然把自己 年仅14岁的侄女 也强纳为妾 1951年 马步方的堂弟马步龙 全家追随马步方逃到海外 希望能在海外安身 马步龙是马步方的同志 也是马海燕的孙子 马家占据西北时 他也是马家的既得利益者 马家覆灭 自然跟着一起逃了出来 但即便是如此亲密的关系 又是如此近亲 马步方依旧犹如禽兽一般 威胁马步龙交出女儿马月兰 供他玩乐谢欲 否则便活埋了马步龙 马步龙让步后 他又看中了马步龙的妻子 马月兰的母亲蒋云梅 要求她带着其余几个女儿 一起居住到她的公馆里去 多亏了外交官宋选权的帮助 马月兰才逃离了马步方的魔掌 随即马步方的禽兽行为曝光 蒋介石也无法昧着良心保下他 只能撤销了马步方所谓的大实意志 马步方在失去了自己基业后 终生不得返回故乡 最终客死一乡 更是留下了千年骂名 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永世不得翻身